你放上去按吃到饱 那就选几月几号开始 那就30天内有没有 2500块那张卡可以在捷运无线使用 什么捷运也能吃到饱 台北市长柯文哲周日 市其中山区自行车道 会后分享绿色运输计划 宣布预计明年1月 推出捷运吃到饱计划 月付2500元的吃到饱卡 30天内可以无限次数搭乘捷运 鼓励外线市民众不要骑车 进台北市 你想想看从那些比较新装 甚至淡水比较外围的人要进来 他就是比较穷才住到外围 结果你那每天又让他花 他花时间在交通就算了 他花很多钱在交通上面 这也算是一种政策上的矫正 对于媒体质疑 2500元价格不算便宜 柯文哲说 2500元的金额是台北捷运公司 那数据计算结果 先推出那开始鼓励 是不是大家可以不要开车 不要坐摩托车 目的是这样 跑一阵子以后 我们会在检讨再求证 苹果检视北捷票价 以最贵单程票价65元 例如淡水到南港展览馆 使用悠游卡8折52元 通勤22天 一个月花费2288元 吃到饱计划2500元并不划算 要达到第25天才划算 北捷表示 这项计划主要是针对一天使用344北捷以上的民众 网友批评 听起来很便宜 其实根本不划算 不愧是最会捞钱的台北市长 有网友建议 2000元才会有效果 不要为了多赚500元 让政策美意打折 生活中心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